我們接下來看下面的練習 不過這一題我們昨天給各位看的時候 我們題目是錯的 我昨天題目寫的是1秒末 那它的答案是不對 要把它改成2秒末 才會有正確的答案出來 才會有唯一的答案出來 要改成2秒末 所以把你講義上的把它改過來 把它改成2秒末 然後呢 變成豬就是對 就是昨天的最後一集 就是昨天的最後一集 然後呢 例題3 每秒震動3次 然後波長是0.2公尺 請問波 這是減3的基本應用 就直接代公式就好 公式 每秒3就是頻率3.2 然後根據波數的公式 V等於F乘以爛檔 頻率乘以波長 就往裡面代 答案就0.6 這是最簡單的基本題 就直接代公式就可以解決了題目 這是例題3 那麼同樣的道理 類似但是把它稍微換了一下 它給的是每分鐘震動72次 那你就要記得要做一點點轉換 轉換 因為頻率單位是每秒幾次 然後呢 請問你 它的波數是多大咧 它的波數就應該是多少 它波數多少 它應該多大 好請問多少呢 停車戰界問 林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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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做個轉換 這邊要做個轉換 就是把每分鐘72次換成每秒幾次 因為單位是赫氏每秒有幾次 所以60秒72次1秒1.24 然後用公式叫做頻率乘以波長 V等F乘以Lambda 所以就知道答案是12 很簡單 簡單公式基本應用而已 然後呢 這一題 改成問頻率 有波數 剛才是有頻率去問波數 現在呢 是有波數問頻率 但是你還會需要知道波長 那應該從圖上面看出來波長多長 這圖上面有幾個波呢 幾個波是150公分 你就可以算出一個波有多長 然後就帶到公式裡面 一樣的公式 只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你就會算出頻率會有多大 那請問你它的頻率是多少 請問它的頻率是多少 我要找男生 真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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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顆高齡菜 5 你答案是5 請坐 好 這圖上面有三個波 你看得出來三個波嗎 三個波150公分 一個波50公分 就波長50公分 公式還是一樣 V點F乘以浪板 所以呢 頻率乘以波長 只是頻率不知道 所以250 等於不知道乘50 所以不知道叫做5 所以答案叫做5赫 所以答案叫做5赫 所以呢 我們算出來就是5赫 這些題目都是最簡單最基本的波數公式的運用 你把公式備好 然後呢 就把數字往裡面帶 答案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應該很簡單 不然有問題吧 沒有 很好